曲子里用了别人的旋律就一定是抄袭吗? 还真的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之前在赫尤森的讨论群 有个朋友几乎每天都会diss一下李斯特 说他用了太多别人的旋律 甚至有抄袭的嫌疑 比如帕格尼尼 莫扎特 舒伯特 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吃惊 但我发现它也不在少数 那么所谓的原创性 真的就只能体现在旋律的原创吗? 大家好 我是赫尤森的小事是林鹤 赫尤森将持续修书 有观点的音乐科普与赏息 这期我们就来专门比较一下 音乐中的编奏 改编 引用 拼贴的手法 以及真正的抄袭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 编奏 variation 它既可以是一种曲式 也可以是一种作曲技巧 编奏曲一般都会有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经过一定的艺术改造 就可以变化成各种形态 比如大名鼎鼎的 莫扎特的《小猩猩变奏曲》 它就来自一首法国的俄歌 这里莫扎特运用了各种变奏手法 有的时候从42拍变成43拍 有的从大调变成了小调 有的把速度发慢了变成了慢吧 那我们注意哈 你欣赏小猩猩变奏曲的重点 是来diss它的主题 是copy法国儿歌吗 显然不是 你欣赏和期待的 是这个熟悉的旋律 和它的伴奏 在莫扎特的笔下 变得妙趣很深 对吧 从模组意义上来说 越是熟悉的东西 我们越会期待 作曲家搞出一些新意 比如在音乐史上 大名鼎鼎的帕克尼迪A小调第24水强曲 布拉姆斯写了28个变奏 拉克尼迪诺夫写了24个变奏 对了 布拉姆斯写也在他的超级令习中 给这个主题写了12个变奏 所以变奏曲就是全鱼艳 它有意义的点 不在苛求这个鱼是不是一个新物种 而在于一桌菜中的清蒸、红烧、煎烤等不同吃法 之间带来的比较和想象力 我们吃的是不同味道的变化和可能性 当然有的鱼有可能经过烹饪之后 品尝起来更像鸭肉 比如说这世纪著名作曲家 Luto Slosky的这个变奏 这里我来考考你 你是听得出帕克尼迪主题的自身选手吗 他们的变奏我们再来谈一谈改编 它的光谱很广 最简单的就是八谱 直接把原曲旋律扒下来 然后从配器上重新演绎 比如超级玛丽组提取的交响乐版 这里考验的是作曲家重新配器的功力 这放到流行乐语境下来说 就是编曲的能力 Listo也是改编曲之王 你现在听到这首《水上银》 它来自舒伯特的同名艺术歌曲 在这里相同的旋律 重复了三遍 而里斯特的改编曲呢 虽然乐曲的前半段的旋律 几乎就是八谱加钢琴画 但你会发现它的主旋律 每一遍都出现在了不同的八度上 低八度后 旋律来到了中音 然后来到了高音 谈钢琴的朋友会知道 在钢琴交织的多声部中 突出歌唱性的主旋律 需要极强的手指控制力 也就是说 重新编配也有好坏之分 在这里 里斯特是懂钢琴的 它不仅是在单纯的八谱 又如何舒伯特原曲不同的是 里斯特在结尾又重复了一遍主题 而这一次它最大的发挥钢琴这件乐器独有的特性 到处都是绚丽的双手八度分解八度 最后以很里斯特很钢琴的方式结束 更复杂的改编 已经打破了圆曲的框架了 我们来看著名的钟 它也是改编曲 主题来自帕格尼利的协奏曲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在圆曲中是以回旋曲的方式出现的 我们知道回旋曲的特色之一 就是欣赏这个主题和其他主题的对比 而里斯特呢 他不需要新的主题和它对比 他直接用这个单一的主题 原材料发展出了属于钢琴的天花乱坠 大跳 快速跑动 快速跑动再外加一条熊绿 双手八度 你仔细想一想 钟的最佳的价值真的是旋律的这几个音吗 那当然不是 它的曲式和肢体已经和圆曲完全不同了 它的精彩来源于极尽钢琴这件乐器的技巧和能量 大多数时候 里斯特称自己的改编曲为transcription 这个词语现在只以为超写 但是在19世纪 这个词所指的改编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无脑的八谱 它的原创性还是很高的 还是作为一个比喻 改编曲就是一鱼多吃 我们不是期待吃到一个新物种 而是每次都会吃到不同厨师的手艺 它的咸淡配菜建杂烹烤的火候甚至摆盘 都是我们吃鱼的理由 接下来来说一说引用 quotation是个手法 它可能最让人不解 因为它听起来真的就有一种直接搬运的感觉 比如最有名的贝里奥的小交响乐的第三季 里面与马勒第二交响乐的斜血曲打底 在这支上又拼贴了几十首著名作曲家的片段 它就像一条河流 穿过不断变化的 由之前的大师们所创造出的景观 前一刻我们刚参加了拉威尔薄料子的舞会 下一个我们就经历了德标西阴云密布的大海 后一刻又突然晴空万里进入了贝都芬的田园 而这已经是短暂的停留 马勒的这条河流还将继续在时光机中往各自的目的地流淌 引用和拼贴表达的重点同样不是审视基础旋律材料的原创性 而是用现场的材料进行重组赋予曲子新的意义 这可能有一种冲突感也可能是一种新的姿态 这时候引用拼贴所带来的新的语境比原曲本身所指更为重要 类比视觉艺术领域挪用Appropriation这个词用的更多 杜上把小便池搬进美术馆Andy Warhol 把玛丽莲梦露的肖像贴了一百遍 虽然挪用拼贴看着是一种很单代的先锋艺术手法 很多普通观众都感到莫名其妙 但其实它也离我们不远 例如你没有发现有的流行歌曲唱着看着就喜欢用一段小星星呢 有的直接已经是小班的叶子开头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有啊你能get到这一点吗 其实它有一种贴符号贴标签的感觉 可能就是给大家一种我们都听过的符号感 这时候啊如果用这段旋律是别人的来审视这些作品的好坏 反而没有get到作品的表达 因为它要的就是这种贴上去的感觉 又如经典的死亡动机 它来自格里高里盛用 不了之引用过 拉哈马尼诺夫也还在用 电影中更是比比皆是 比如纸黄王 在这里每一首都很精彩 而我们真的在乎这几个音不是原创的吗 死亡动机也是西方音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感兴趣的可以扣一 我以后单独来聊 还是用一条鱼来比喻 引用的感觉就像是 我把这条鱼看成一个整体 它可以直接的用在各种地方 有可能把它排列起来变成鱼群 有可能让它长在树上 变成不正常的鱼 有可能变成鱼吃猫 来讨论一个哲学问题 当然怎样合理的拼贴这条鱼 也是一个大学问 引用的不好也很容易入俗套 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的交流群来讨论 所以啊 很多人一听到曲子里用了别人的旋律 就觉得不是原创 说白了只是太执着于旋律主杠 那几个音的独特性 我想这也恰好反映了 它只是用一种 简单的旋律思维的 假值观来看待音乐作品 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思维 音乐的原创程度 可以看作是一条光谱 有的在光谱的右边 有的在光谱的左边 而表面看起来不是原创 但其实有更深层的含义 在实现中 变奏、改变、引用 商者也经常混用 他们的界限也并没有那么明确 光谱思维在艺术信仰中非常重要 它提醒我们避免以 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问题 而更多省视灰色地带 更多音乐审美的光谱思维 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的 给每个人的音乐必修课 链接就在下方 好 最后关于抄袭 其实每个国家的法律上 都有专门的定义 这也并不是我们一个视频 能够讲清楚的 在这里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非常反感抄袭呢? 因为大家痛恨的是不饶而祸 真正的抄袭 并没有主观上的创新 和发展音乐材料的意愿 而是为了投机取巧 而变奏、改编、引用 则完全可以是充满了 作曲家巧思的精彩创作 所以我们在底次抄袭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防止脚腕过真了呢?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可有生的小知识灵鹤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键商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